问,为什么有人会在虚拟世界里建立世界? 答,有人在虚拟世界中建立世界的原因可以是多方面的,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解释,详细描述如下。 首先,创造力的发泄是一个重要的原因,虚拟世界提供了一个无限的创造空间,人们可以尽情地展现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。 在现实世界中,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是非常困难的,需要考虑到各种物质和环境限制。 但在虚拟世界中,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想象力,随心所欲地构建一个完全由自己设计的世界。 这种自由和创造力的发挥对于一些有着强烈创作欲望的人来说,是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体验。 其次,自我表达是建立虚拟世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,在现实世界中,人们可能受到各种限制和束缚,无法完全表达自己的个性和意愿。 而在虚拟世界里,他们可以通过建立自己的世界来展示自我,实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。 无论是通过建筑、艺术、音乐还是其他方式。 虚拟世界提供了一个自由的平台,让人们可以将自己的个性和创意表达出来,得到他人的认可和赞赏。 第三,社交互动也是建立虚拟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。 虚拟世界提供了与他人进行社交互动的平台,人们可以在其中建立友谊,组织团队合作,共同创造和建设世界。 这样的活动给人们带来了社交满足感和归属感。 特别是对于一些宅男宅女或者身处孤独环境中的人来说,虚拟世界成为了他们结识新朋友。 寻找志同道合者的重要渠道。 通过共同建立和维护一个虚拟世界,人们可以共同享受其中的乐趣。 增进彼此之间的联系和互动。 最后,逃避现实也是一些人选择在虚拟世界中建立世界的原因之一。 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存在各种困难和挑战。 而虚拟世界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逃离现实,寻求放松和娱乐的途径。 在虚拟世界中建立世界可以让人们暂时忘记现实的压力和烦恼,享受到一种虚拟的满足感和成就感。 需要强调的是,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是不同的领域。 每个人在选择如何度过自己的时间和经历时都有自由。 虚拟世界可以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体验和可能性。 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在现实世界中建立世界。 实际上,很多人会将虚拟世界中的创意和经验应用到现实生活中,以促进个人成长和社会进步。 无论是在虚拟世界还是现实世界, 人们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,建立属于自己的世界。 在虚拟世界。